时任甘肃巡抚王丹旺刚向朝廷报告了甘肃两年的干旱情况 阿贵前来地方绅士 向乾隆皇帝陈述了甘肃的大禹情形 为了证实自己的陈述 阿贵甚至乘上了甘肃近两年的情语记录表 乾隆皇帝对刚刚表扬过的王丹旺感到困惑 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被人当成了傻瓜 面对如此重大事件 乾隆皇帝自然需要商讨对策 但他并没有找朝廷的高官商议 而是找到了自己的亲弟弟 著名的荒唐王爷洪昼 尽管荒唐王爷表面上看起来荒唐 但实际上他是个精明的人 擅长运用巧妙手段来维护自己 在权谋和修为方面 洪昼并不逊色于乾隆皇帝 对于王丹旺所谓的欺君事件 洪昼有着清晰的认识 他认为紧要知识是要派人彻查 王丹旺所谓的开捐纳监收取了多少银子 他到底贪污了多少 然而 由于王丹旺在官场历练丰富 如果钦差也与他有牵连 这一案件将难以彻查 尽管谈话结束后 乾隆皇帝没有进一步行动 只是命令朝臣们上书商议此事 这个案件似乎已经明晰 但是皇帝为何没有做出明确表态呢 乾隆皇帝究竟打算做什么 随着皇帝的命令发布 朝臣们迅速上书为王丹旺辩护 称赞他为巡抚的典范 不容许他受到诽谤或非议 总之 洪昼的担忧被证实 乾隆皇帝无法随意派遣钦 前往查案 这才是乾隆皇帝没有进一步行动的真实原因 根据朝臣对王丹旺的看法 经过甄别淘汰 朝廷确认没有合适的人选 前往甘肃查案 乾隆皇帝便召集了特别朝会 专门讨论王丹旺的冒阵欺君事件 在朝会开始时 乾隆皇帝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朝臣们意见的看法 我让你们讨论王丹旺的事情 这些天你们给我写了六十几份奏折 我都看了 都是优秀的文章 每篇都写得生动有力 确实是有功劳的 当领导开始用赞美的话语开场 尤其是非常积极的赞美时 应当留心 切勿资满 需要留意领导之后 可能会有的调转 接着 乾隆皇帝说道 但正因如此 我也心生疑斗 这些奏折都是个人所作 理应有所不同 为何都是一致的观点 为何都在为王丹旺辩护 劝我珍惜功臣 我因此想起了雍正时期的一桩事 那就是贾臣恩科泄涕事件 我问你们 这些奏折中 是否有人在暗中协调 传达共同声音 乾隆皇帝所提及的 雍正贾臣恩科泄涕事件 是指雍正时期举行的首次科举考试 及礼卫保卫考场的事件 在那次事件中 由于廉亲王允四的调节 朝野上下几乎一致支持当时的主考张庭墓 历代帝王一向对朝沉串连行 维持玲容人态度 然而 乾隆皇帝的言论 却与此不同 正如一位大臣所指出的那样 王丹望是乾隆皇帝特别表彰的重要官员 不容轻率指责 乾隆皇帝近日特别表扬了王丹望 若朝臣们其声要求惩罚 是否将直接冒犯乾隆皇帝 因此 朝臣们为王丹望求情并非不寻常 那么 为何乾隆皇帝会说出这番话呢 其目的在于转移矛盾 摆脱责任 乾隆皇帝试图将责任转嫁 为充分了解情况的情况下 却慷慨激励并提拔了一位 在边疆有重要职责的官员 显露出明显的失职之嫌 然而 乾隆皇帝如何能容忍自身的疏忽 这种失职行为必须加以推诿 首先要转移主要矛盾 这是乾隆皇帝推诿的第一步 先不谈王丹望冒阵七军的事 先探讨为何朝臣们纷纷为王诞望求情 这样一来 朝臣们将焦虑地为自己解释 否则 他们将不会留意这一事件的源头 其实是乾隆皇帝 当主要矛盾得以转移后 乾隆皇帝开始推卸责任 接着 乾隆开始质问刘庸和季晓兰 询问他们是否已经查阅了阿贵的军报 在甘肃大禹连绵不断之际 为何没有深思熟虑 身为朝廷要员 若不能审慎思考 刻意留心 执着眼于表面文章 那又会有多少事情从眼皮下溜走呢 这是做臣子的大忌 内侍的皇帝为何没有深思熟虑呢 为何不审慎思考呢 仅凭王诞望一人之眼 就发布表彰令 代理陕干总督 并上次三眼花铃 就好像无所顾虑一般 现在王诞望冒震气军的问题浮出水面 责任全推到了刘庸和季晓兰身上 乾隆皇帝的行为 仿佛验证了那句俗语 领导一说话 就是铁板钉钉的事 通常情况下 在领导推卸责任后 接下来往往会有新的动作 乾隆接着表示 当然 事情也要还原 至今为止 朕心中其实对王诞望并无疑虑 但不能仅凭他的奏折定论 务必慎重合适 尽管王丹望曾令我犹豫万分 但我仍选择相信他对皇家的忠诚 然而 出于对当事人负责的原则 这件事还需全面调查 确保公正 维护法纪 一旦责任分清 案情调查清楚 接下来就是确定执行者的问题 历经数日的考虑 乾隆发现 朝中几乎无人适合此任务 但他不能直接表露出这种不信任 于是 乾隆将问题交给了刘庸 刘大人 你认为应该派谁去办这事 在被批评后 刘庸应该如何回答 他只能挺身而出 主动请求处理此案 然而 刘庸的回答却给人启示 刘庸说道 回禀皇上 作为刑部监察 我理应亲自前往处理此事 值得注意的是 刘庸使用了理应 表明根据责任划分 我应该亲自前往干粗 但最终决策权在皇上手中 如果陛下派遣我 我必遵命 如果陛下有其他考量 我也会毫不犹豫服从 有进有退 有责任心 有尊重 刘庸身世显赫 家学渊远 深谙为官之导 通达臣子礼节 同样受到批评的纪晓兰 以听刘庸的态度 便意识到自己不能示弱 迅速表示 愿意前往甘肃处理此案 然而乾隆早已心中有数 他早已选定了适合的人选 那就是和珅 为何乾隆皇帝选择了和珅呢 首先 在早期的面业中 和珅给乾隆留下了深刻印象 赢得了皇帝的好感 这成为和珅得到重用的基础 此外 当时的和珅只是一个侍卫 地位低威 不与王丹旺有来往 符合乾隆对钦差的基本要求 然而 乾隆皇帝还有更重要的考虑 乾隆将和珅招入殿中 开始了一段对话 你了解王丹旺的身份吗 回禀陛下 奴才知晓 他是巡抚 现任陕甘总督 总督乃一品大员 你若冒犯他 他随时可请求处置你 回禀陛下 奴才指之效力朝廷 绝不敢得罪大员 若有诽谤之事 愿受国法惩处 这段对话 旨在警示朝廷官员 一个低位的和珅 竟然敢为朝廷效力 而不拒大员报复 诸位高官们 不感到惭愧吗 然后乾隆皇帝 提出具体要求 如果朕命你返回甘肃 你敢管王丹旺的事吗 即便和珅胆小如蜀 也知道该如何回答 于是和珅一份填膺 大声回答道 只要为朝廷尽忠职守 奴才无惧死亡 绝不胆怯 态度坚决 乾隆皇帝可以发号施令了 你立刻返回西北 查清王丹旺的冒阵行为 查明起贪污数额 然后如实上报 当这个命令发布时 刘庸率先站出来 表示反对 陛下 请三字而后行 此前并无陆营书版 被派去调查 封疆大力的先例 为何刘庸和纪晓兰 反对和珅 前往甘肃考察呢 实际上 这是因为刘庸 纪晓兰这类高层人士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而做出的反对声音 按照朝廷惯例 通常由上级调查下级 或者由专门负责监察的御史 来执行调查任务 也就是说 像刘庸 纪晓兰这样的权贵 只有乾隆皇帝才有权干涉 只有御史们 才能提出严肃的弹劾 如果让书办去调查封疆大力 那么可能会导致 可以针对刘庸和纪晓兰的对象 突然增多 这显然会增加两人 在政治上的风险 俗语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何为规矩 规矩永远是由上而下的管理制度 永远是由上而下设定的遵守范围 简而言之 这是为了保护上位者的利益和权利 在封建皇权社会中 等级制度就是规矩 是维护统治者和官僚阶层 根本利益的基本方式 就像书办不能调查封疆大力一样 如果要调查刘庸和纪晓兰 至少等你的地位比他们高再说吧 在当时的朝廷中 还有谁的地位比刘庸 纪晓兰更高呢 因此 他们拼命捍卫这种规矩 拼命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 但是 乾隆皇帝又岂是那种容易接受忠告的君主呢 他决定打破这一先例 并授权和珅调查封疆大力 让他即刻前往甘肃展开调查 书办身份低微 而李帆院侍郎则是正二品官员 也就是说 和珅一下子晋升了十六级 真可谓是一次奇迹般的飞跃 在真实历史中 这种快速晋升的情况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和珅在历史上 从正五品升为一品大员 也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然而 无论是在剧中还是历史中 乾隆皇帝对和珅的特殊信任和提拔 都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端 康乾盛世的基础 在和珅一人之手上 几乎荡然无存 作词作词作词作曲 刘洛 作词作词作曲 刘洛